如果冬天是代表感情的沉澱 那我相信我的世界 長期都只有一種季節 我現在避失還要錄V.O 我覺得很辛苦 蛤? 好啦我們開始化今次冬天的妝容 首先第一步我會塗回YSL的保濕Base 如果大家沒有保濕Base 就做足一點保濕 之後我就會用Dior的這支Corector 去修正色素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今年的濕疹是不知為何那麼嚴重 有時臉都敏感 拍片當日都有 所以我就會用綠色的Corector 去修正泛紅和敏感的位置 這個Corector在冬天用會比較貼面 因為它都很滋潤 然後我就會用橙色的Corector 去修正黑眼圈 因為我不打算用遮瑕膏 以下的V.O是會一剃過 不會剪的 之後就到粉底的部分 就是粉底霜 是台灣的觀眾朋友自己獲得謝謝你 它是一個礦物的粉底霜 在我敏感的情況都用得到非常好 它的質地非常之易推 亦都很貼服 都頗保濕 最重要是遮瑕度非常高 所以我才說不需要放遮瑕膏都OK 在眼底需要遮黑眼圈的話 上一層就夠做了 但是是黃了一點 整體的妝後都頗有光澤 都頗好的 是黃了一點 之後就用Eto House的Play 101 Stick 去做一個contour 其實在冬天是非常適合修容感 比較重的妝 因為大家都知道夏天 怎麼化出街 兩下就融了 所以冬天有幾爆打幾爆 在光位掃完之後就掃上鼻 用啡色這邊掃上鼻 沒有鼻都變有鼻 掃完之後就用一個掃 配備來邊拆鬆 在那麼你鼻 visual 鼻歌就出來了 是不是很感動呢 不要用成型也可以 掃完後你就這樣 justement 然後用Kiko的碎粉去妝 它也是陰影粉 我這次就只用光影粉去掃一些highlight的位置 陰影粉我就會用H&M的bronzer 因為它比較深色一點 適合做一些秋冬輪廓比較重 contrast比較大的陰影 之後又是這盒東西了 Makeup Revolution 老是常出現 用一個淺啡色去掃鼻的山根位 主要集中掃這個位置就OK了 因為我想畫一個高一點的鼻根 做一些混血外國的重一點的妝 之後再用一些深色的眼影粉去掃眉 我不喜歡掃太淺的眉 其實本來就 所以我還是選一些深色來畫眉 之後用CA的眉筆去框形 再用一支掃掃眉眼頭 那你那個...不是眼頭啊! 眉頭啊!又錯了! 那就OK了 之後做眼妝的部分 首先我會用CAMM的眼影粉去打底 令一會兒眼影更加出色 這個Atterhouse的單顆眼影的色號 然後就是RD301 是一個比較梅梅的 啡紅色 很有秋冬的感覺 主要整個眼窩都掃掉 之後這樣是不夠的 我就會用KIKO的 High Pinkman系列 10號色 是一個灰啡色 掃在貼近眼線的位置 去增加那個... 層次感 然後就用這個Atterhouse的Blending Pencil 9號色去畫下眼線 更加有冬日的感覺 之後再用這個啡色的眼線膠筆去畫 眼線尾的部分 當然女生可以畫整條 我會稍稍地延長令眼大一點 之後再用CAMM的遮瑕膏 畫眼尾的部分 掃乾淨一點 不要那麼髒 之後再用啡色去畫少少眼頭 再用遮瑕膏或者像我用YSL的明彩筆去畫唇邊 去減淡顏色 不要那麼實色 之後再用Etudehouse的Lip Tint去畫唇中央 blend的時候 不要blend得太開 我只要唇中央有那個紅色就夠了 之後就到主角出場了 就是這支唇膏我之前介紹過 它的色號就是BE109 是一個磚紅色 戴啡啡的 很適合秋冬用 我們一邊印著一邊推的方式 去上這個唇膏就OK 不需要畫得那麼實 有個框的化開的感覺就最好了 補一補頭髮 有我的眼唇 脫皮乾淨的嘴 一個冬天的妝就完成了 你幹嘛啤我啊 你幹嘛啤我 啤啤啤 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妝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給我like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當然還有followInstagram like我Facebook 好累啊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filme哦 lång藝 こう思考一下 的動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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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ammen